現在他告訴你某個二次鹹素的頂點是二同負二 現在他叫你怎樣去假設解釋式出來 解釋式是怎樣的 即是他給了頂點給你 那個頂點給你 是這樣的 那你的鹹素可能是這樣的 那你去假設一條色應該怎樣寫 我們先明白頂點和那個色有什麼關係 我構成作一個 譬如我作一個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的話頂點是這個 四同六 頂點的作表是四同六 現在他告訴你不是四同六 是二同負五 那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這個東西是二 這個東西呢 這個是負五 所以你基本上應該寫這樣 這個換了做是換了做二 這個是負五 那前面的數位就沒有告訴你 你不知道是多少 那你假定它叫K 所以頂點是這樣的話 你切條色就切成這樣 好 但是如果這個頂點是負二的話 你小心 如果頂點是負二的話 即是說這個東西是負二 這個小的東西是負二 但是前面有減的 好 它減 那個負二 對 X要減 這個X 對 所以就變成這個 對 所以這個要小心 yeah 呢 無所謂的